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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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人到底是谁 台湾人是怎么来的 在这里呢 我们纯粹就 歷史的观点 来讨论这个问题 也许从现代的观点 有人认为说出生在台湾 就是台湾人 有人认为说父母 出生在台湾 或者祖父母 或者祖父母的祖父母出生在台湾 自己就算是台湾人 很多海外的朋友 他们也许一辈子 从来没有到过台湾 但是可能是因为他的父母 住过台湾 或者他的祖父母住过台湾 那么他也以台湾人 来自我定位 我们今天谈的不是这些 平常一般人中 所定位的台湾人 而是说台湾岛上的居民 到底是怎么来的 首先呢 我们要从考古学的角度 来做简单的概述一下 台湾岛在六百万年前 从大陆的海底里面浮上来的时候 它是个无人岛 所以无人岛 当然就不可能有什么样的动物 植物岛是很多 因为植物的花火 可以空飘 可以从中国大陆飘过来 也可以从菲律宾飘过来 所以植物本身可以靠空气来传播 但动物就没有办法 动物要么就像鸟类一样 要靠飞的 那如果不会飞 就要走路的或者是划船 那我们有提过 很多的早年的动物 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 因为当时的台湾海峡 并没有海水 那我们就问 那到底人类什么时候 出现在台湾岛 人类出现在台湾岛 比起台湾岛出现的历史 相对比较短 大概是三万年前 台湾岛上才有人类的踪跡 我们是从考古学上去找到 旧时期时代 有人类就在台湾岛出现 他的生活方式 基本上是游团 游团就是BAND 就是住在洞穴里面 他不会盖房子 然后四处找洞穴住 我们就称作游团的社会 规模也不大 大概十几个二十几个人 就可以形成一个小小的团体 那四处的找东西吃 捕鱼啦打猎啦等等 台湾最早三万年前出现的地点 我们考古学上必是找到的 是在台东的长冰箱的八仙洞 有三十个洞穴 这里面有住过的人 但是我们找不到他的骨骸 所以我们称作长冰人 所以旧时期时代 台湾岛就出现长冰人 但长冰人从哪里来 现在所有的证据都确定 长冰人是从中国大陆 走过台湾海峡而来的 那你当然会问 那他怎么可能用走 走过台湾海峡呢 因为在那个年代里面 台湾海峡并没有海水 台湾海峡是可以住的一个低谷平原 所以可以从中国大陆直接走过来 也就是从福建靠着两条腿走过来 但是长冰人在台湾岛上 我们从他的食物跟生活中心来推论 基本上人口应该不多 大概不会超过一千个人 也许有人说可能超过一千个人 但是三万年前的事情 误差是一定有 我们就不在这里做争论 但毕竟长冰人是出现在台湾岛的 第一代的台湾人 可是长冰人的踪跡 我们发现说 他竟然是在一万五千年前消失了 所以等于是长冰人在台湾住了一万五千年 那一万五千年前消失了以后 就再找不到他的踪跡 隔了很久 大概隔了将近七千年吧 也就是三万年前住到一万五千年前 是长冰人的踪跡 然后长冰人消失之后 一万五千年前到六千年前之间 整整七千年 台湾岛又是一个五人岛 所以到了六千年前 我们才出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大奔坑人 大概六千年前出现在新北市的巴里乡 现在叫巴里区的观音山的山路上面 我们称作大奔坑人 因为那个地点叫大奔坑 我们考古学习惯上说 以第一次发现岛的地点来取名 那也许真正的人口不完全是在大奔坑 因为大奔坑人在台南科学区 也找到很多 那因为是新石器时代 我们也找到大奔坑人的骨骸 那么遍布着台湾岛的 从北部到南部不少的人 那人口相对的就多很多辣 但是仍然是算是稀少的 大奔坑人 我们现在从他的骨头 那么留下来以海 我们可以确定 这些人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也就是来自于长江以南也有 长江以北也有 而且他们所用的食物 是所谓的小米 或者我们称作树米 这样的一个东西 农作物呢 基本上是在长江以北才有 换句话说 小米在那个年代里面 长江以南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 这些人是来自于长江一带 那他怎么来的呢 因为六千年前 基本上台湾海峡的海水还是很浅 所以他们用简单的一个船 大概就可以横渡台湾海峡 不像过去那么的困难 而且不是经过澎湖 而且直接从长江流域 就跨过东海来到台湾岛 所以大奔坑人也是来自中国大陆 这个基本上是没有争论的 但是到了一千八百年前 这很晚了 因为大奔坑人大概是在六千年前 出现在台湾岛 但是在四千年前就消失了 四千年前消失之后呢 后来陆陆续续有出现了 新实际时代的各种的考古学上被证实的人 比如说有信唐普人啊 有牛骂头人啊 还有比较晚一点的 什么鸟松人啊 植物园人啊 云山人啊 枝山岩人啊 还有碑南人啊等等 那当然东部的人口呢 有可能是来自于菲律宾 他从菲律宾经过巴丹内岛 经过绿岛南嶼啊 那么靠着黑潮北上的动力呢 就可以来到台湾岛的东部 那我们先暂且撇开这些人口呢 所以基本上 旧实际时代的长兵人 是第一代的台湾人 那大奔坑人啊 是第二代的台湾人 那再来新实际的中期跟晚期呢 来的人就多了 那么我们把它定位为第三代的台湾人 然后第四代的台湾人 现在我们是比较能够确定的 就是现在的原住民 原住民族其实不是一个民族 是很多很多的民族 我们在人类学上怎么去定位民族呢 民族的标准 第一个是语言 如果语言不通的话 那么我们很难把它归类为一个民族 但是语言如果相通的话 也不一定能够归类为同一个民族 还要看它的血缘跟基因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聚合的程度 举个例子 美国的黑人跟白人都是讲英语啊 但是我们不把它归类为同一个民族 然后就像埃及人啊 跟沙奥地阿拉伯人 讲的都是阿拉伯语 但是因为它是属于不同的血统 所以我们也把它类为不同的民族 一样的道理 在台湾我们找得到的原住民 不管是平埔族或者是高山族 因为这是早年的称呼 现在已经不这样称呼了 但是从人类学的观点 为了方便讨论它的起源 我们能来这样说 那这个大概算是第五代的台湾人 所以第四代到第五代的台湾人 为什么我们叫平埔族呢 那因为当时从海外来的 不管是中国人或者是日本人 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 他们都是在西岸登陆的比较多 那他看到说西岸的平原上面 住了很多的原住民族 那讲的都是不同的语言 那有些能相通 有些不能相通 事实上他们的语言跟文化跟血统 基本上是代表着不同的民族 那可是呢我们在平埔上面看到他 平原看到他 所以我们的统称叫平埔族 事实上平埔族不是一个民族 而是很多民族的统称 可是高山族也是一样哦 高山族事实上有很多的族 语言也不通 虽然是同一个语系 但是不同的语言无法相通 举个例子 在中国人里面啊 汉族跟藏族啊 他的语系相同 因为他的文化结构很像 所以我们认为同一个语系 可是汉族跟藏族是不同的民族 因为他语言无法完全相通 当然你会讲说 那我们那个闽南语跟客家语呢 不是也很难相通吗 算不算不同民族 不是的 因为那个是一个方言的变异 而结构上其物完全相同 可能只是发音不同 让你听不懂 但是在语言学上 仍然认为是同一种语言 都是汉语 那血统当然是更相近的 所以不是不同的民族 是同一个民族底下的不同知系 那高山族就不一样了 那高山族他很多的文化 他很多的语言 因为有些是母系社会 有些是父系社会 那有些是双系社会 所以从这种语言文化学统 高山族也有很多很多的民族 只是高山族是我们汉族 或者是中国人荷兰人 对他们的统称而已 至于高山族呢 他们内部当然也有一些区隔 那我们为什么把它叫做高山族 不一定所有的高山族都住在高山上 有的是住在山谷平原里面 比如说阿米族很多住在山谷平原 可是因为从西部来的 这些中国人或者荷兰人 他们一定要跨过一个高山才看得到他们 所以就把他们统称做高山族 所以高山族不是一个民族 而是很多民族的统称 就像现在在1911年以后啊 很多人习惯把中国人整个都称作中华民族 事实上在人类学上 中华民族也是一个统称 中华民族指的是说 在中国的主权领土上 很多很多的民族的统称叫中华民族 但是很多人习惯上把中华民族等于汉族 因为汉族占中国的人口高达94% 这样的说法在严格上是不太精确的 中华民族不等于汉族 中华民族只是中国土地上 所有民族的统称 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说 那好那原住民族 大概是在史前时代 所谓史前有历史精确记载 时代的第四代到第五代的台湾人 什么叫近代的台湾人啊 近代的台湾人以长久居住在台湾为目的 如果说你只是过路啊 或者是来做买卖啊 来捕鱼啊 来打猎啊 那我们就不把它定位成居民 或者甚至像荷兰人到台湾来的时候 1624年荷兰人到台湾 因为他不以长久居住为目的 现代意义上的 第一代的台湾人啊 几乎都是福建的闽南人 是在1631年啊 荷兰人为了在台湾啊 种植甘蔗 种植稻米 以取得粮食跟经济作物 那荷兰人不可能从欧洲运人来嘛 也不可能从印尼运人来嘛 他想一想究竟就是找福建的农民 所以呢在1631年啊 他们就跑到福建去招揽这些农民到台湾来种植 这些地带的农民啊 荷兰人记得很清楚 第一条船去呢 第一批呢 就载了700多人到台湾来 然后还记载说 在岸上啊 有一千多人等着要搭船 所以我们可以确认一点 第一代的台湾人 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福建人 而且主要是讲闽南语的 所以为什么台湾讲闽南语人口会特别多 跟这个历史业内有关系 那比1631年更早来台湾呢 有没有有 是在1621年啊 就有第一批台湾的移民来的 那是有 严思齐啦所带领的一个移民团体 但他登陆的地点不是在台南 登陆的地点啊 是在现在的云林到嘉义一带 就是所谓的北港到王港 所以我们可以说 1621年到1631年 这个年代里面来台湾的是 现代史上的第一代的台湾人 因为从中国大陆来了 他就没有想要再回去 他想要在这边耕种 因为田种了以后就不能放弃啦 这个田改良了以后 这个土地就是他的啦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 以守住田土为主的地带的台湾人 现代意义的台湾人 那如果没有荷兰人的武力帮忙 这些福建的移民来不了台湾啦 他们来很快很快就会被什么 原住民族的看头啦 因为原住民族武力很强 作战能力非常的优秀 他们整天在山上狩猎 那这些福建来的农民根本不是对手 所以我们可以说 第一代的中国移民到达台湾的时候 是靠着荷兰人的武力保护人 所以有人讲说 台湾都是外来政权 我们台湾人都是被外来政权统治 从这个历史上这样讲不精确 正确的讲法是说 因为有了外来政权的武力保护 所以台这些外来移民才能够饶台湾 那接着呢 这些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代的中国移民 到了第二代呢就是郑成功 郑成功当时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就首先的把很多的军人的眷属 军队的眷属 因为打仗的关系 通通先把他移到台湾 郑成功是在1661年开始进军台湾 然后1662年的2月1号呢 荷兰人投降 所以他取得台湾岛的主权 就大量从中国大陆移民到台湾 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那记录上都写得很清楚 所以就是等于是第二批的中国移民 第三批的中国移民更精彩 大概就是1683年 这个清代开始接手统治台湾的时候呢 当时的康熙皇帝采取的是开放政策 所以就短短的时间就从中国大陆 涌进了几十万的这个福建的移民 同时呢也从广东啊 那么移民的很多的客家人 来到台湾岛 所以整个康熙时代可以说是 中国人移民到台湾岛的一个浪潮的时代 也因此改变了台湾岛的人口结构 使得中国来的移民啊 远远超过原住民的人口 而且是基于绝对优势 而这一样的道理 前面是靠郑成功的武力保护 才能够移民到台湾岛 后面是靠清朝军队的保护 才能够移民到台湾岛 所以现在台湾岛上的本省人 基本上之所以能够在台湾岛立定脚跟 跟原住民起冲突啊 不会落于下方 基本上就靠荷兰人的武力保护 郑成功的武力保护 以及清朝军队武力的保护 才能够成功的在台湾生存下来 成为台湾的绝大多数的人口 那最熟悉的当然是1895年啊 日本人开始统治台湾 但日本人统治台湾啊 基本上来台湾的人口并不多 最多大概只有到了二三十万人 但是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 在所谓1945年啊 大部分都被遣返回日本去了 留在台湾的大概不到两千个人员 而且都是技术人员 比如说非常有名的 发明彭乃米的基永吉教授 他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农业专家 对台湾的农业贡献非常的多 那他是留在台湾 直到老了 退休了才回日本 那其他的日本人大概都遣返了 所以日本人在台湾并没有留下什么人口 那混血的是会有啦 但基本上占台湾人口比例不高 再来最后一波就是1949年 国共内战国民党打败了 所以从中国大陆各地 亲国民党的人士啊 军队啊公务员啊商人啊 一般的平民啊 就在1949年以后 那涌入台湾 这个是最后一波的 当然最近有人讲说新移民的确 新移民也算是一波 但是整体来讲 新移民的人口数啊 现在跟原住民的人口数是一样多 甚至于更多 那新移民啊 有六成左右也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其他来自越南啊 其他各地等等 所以台湾是有一波一波的移民 那大量的移民 基本上都是靠所谓的 外来政权的武力保护的外来移民 形成台湾的社会 所以我们也看到说 原来台湾人是这样组成的 台湾人这样形成的 而且绝大多数都来自中国大陆 所以这样你就比较清楚 我们谈台湾历史 就先讲台湾人从哪里来 他有什么特性文化 血缘语言 所以为什么今天台湾的社会 有人说是多元社会 但是多元社会里面 90%是来自中国 汉族的文化 跟汉族的社会 以及汉族的血缘 那么以上 那么先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 台湾人是怎么来的 到哪里 这里有什么激��的 放到哪里